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欢迎你们来到 二月十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 最近有哪些思绪 让你感到不平安 让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分辨主的话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创世纪第三章 第一至八节 在上主天主所造的一切野兽中 蛇是最狡猾的 蛇对女人说 天主真说了 你们不可吃乐园中 任何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乐园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都可吃 只有乐园中央 那棵树上的果子 天主说过 你们不可以吃 也不可摸 免得死亡 蛇对女人说 你们绝不会死 因为天主知道 你们哪天吃了这果子 你们的眼就会开了 将如同天主一样 知道善恶 女人看那棵果树 实在好吃好看 令人羡慕 且能增加智慧 所以摘下一个果子 吃了 又给了她的男人一个 她也吃了 于是 恶人的眼立即开了 发觉自己赤身露体 所以用无花果树叶 编了个裙子 为身 当亚当和他的妻子 听见了上主天主 趁晚凉 在乐园中散布的声音 就躲藏在乐园的树林中 怕见上主天主的面 感谢天主的圣言 今天的经文 叙述人类元祖被诱惑 而违背天主 经文中 狡猾的蛇 不断在厄蛙心中 种下怀疑 首先 蛇问厄蛙 天主真说了 仿佛在怀疑厄蛙的领悟力 厄蛙因为急着证明自己 便马上掉入蛇的圈套 其实 蛇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要激起 恶蛙的情绪和反应 因为当人的情绪被激起时 更容易做些不理智的决定 试想 什么时候 我们的情绪 也曾被别人一句质疑的话 或一个不懈的眼神挑起 这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沉住气 先回到内心 让天主稳住我们缺乏安全感的心 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力量 超越他人无畏或不友善的质疑 也摆脱魔鬼的陷阱 蛇太清楚人性 很多人体面的外表背后 隐藏着的是不为人知的自卑和脆弱 他们害怕自己因不够聪明 不够强 不够特别 而不配被爱 因此 人会用各种方式 抓住他们认为会让自己更有价值的事情 蛇用智慧诱惑了恶蛙 今天 他又用什么诱惑你 让你相信除非有更多的他 你是不够好的 今天 让我们留意 恶蛙和蛇的整个对话 发生在天主背后 恶蛙只听蛇扭曲的真理 让他怀疑天主 远离天主 最后终于跌倒了 因此 让我们意识到 虽然在生命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诱惑 但只要我们时时能找天主 或找那些能够教导我们 聆听天主的话的人分辨 我们将不会那么容易跌倒 请品尝圣言 在上主天主所造的一切野兽中 蛇是最狡猾的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哪些思绪让你不平安 认真分辨它们来自天主吗 若不是 就要切割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天主啊 请教我果断拒绝 把宝贵的生命和时间 浪费在和魔鬼的对话中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够分辨 哪些话来自魔鬼 哪些话来自天主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